那么这一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解啊我们的这个定时任务 那么上几个的话是已经把就是几个对象还讲完了啊 好那么那么这几个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雕度的一个配置 因为我们上几个的话讲到了对吧 你比如说你任务存儒器存儒器你有这么多选择 你这个执行器你也有这么多选择 那以后我再去啊穿进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怎么去选择这些呃对象呢 对吧好那么这几个的话来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啊 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哈 呃这个排版可能稍微有点点问题啊 呃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我是想要通过一个举例子来去说明 我是怎么去配置的好吧 比如说现在哈我想要去配置我的这个执行器为这个threader 就是这个限制值的一个真的执行器 并且哈这个设置最多的限制数数是20个 啊这是我的一个要求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这个存储器啊 存储器的话我用这个呃 塞克阿克米啊使用这个塞克阿克米 并且他后端的这个数据库哈 用到的是这个塞克带着塞克带着好吧 好那么是这个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任务配置 啊就是我们这个任务 他本身啊也有一些这样的配置 对吧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我们设置哈 这个这个合并是否为处啊 那么默认的话它是为处我们的话把它给设置为force 这个仓术啊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合并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把它给设置为force的话是有什么作用呢 啊在这里来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现在哈我们这个定时任务已经运行起来的 然后又有什么某个原因哈导致某个任务 他积攒了很多次没有执行 比如说有一个任务哈是一分钟跑一次 但是系统他断了五分钟 如果我们设置这个属性哈 他会出的话 那么下次恢复运行的时候 他只会执行一次 而如果我们把它给设置为force哈 那么的话就不会合并啊 会五次全部都执行 但是也不一定啊 他在这个地方还需要看另外一个参数哈 呃在这里来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参数啊 呃我们的这一个参数啊 之前写这个公众号文章的时候 有一个参数漏掉了啊 就是这一个参数 missfire grace time啊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你设置为60 那么如果60秒之内 你这个定时任务重新启动呢 那么他就不会合并 如果你超过60秒了 那么的话他就会合并成一个任务去执行 就只会执行一次啊 是这个意思好吧 就是说这两个参数啊 他是用来去控制啊 这个任务是否需要合并执行的啊 需要合并执行的 在这里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哈 就是这个东西 他的一个作用设置为force哈 就是说将这些任务设置为 啊不需要合并执行 就是说如果出现意外的情况下啊 然后这个参数的话就是控制你这个时间线时间限制 如果在这个时间以内 他会满足他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就不会去按他的来执行了 好吧啊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好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参数的话是mast instance 代表是哈 同一个任务对象在同一时刻最多执行的这个次数 比如说我们加了一个任务 加了加了可能加了十字对吧 但是同一时刻他最多只会执行啊 只有五个会同时执行 好吧 好 那么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参数的话是我们的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呃 在这里也没有写是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叫做time zone时间戳 时间戳啊 时间戳的话我们来写下啊 时间戳在这个地方啊 不对 在我们前面啊 在这里来写下 叫做这个time zone 啊 那么我们一般用这个中国的时期的话就是上海的 对吧 sia上海啊 如果你的这个呃 时间哈 就是定时任务在配置的时候出现这个时间有问题 对吧 比如说我设置的是那个经历网上 嗯 八点 当时的话他到第二天八点才执行 那么可能中间就存在这个时差 对吧 说的话我们就可以设置下这个time zone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站的配置 好 那么这些配置好了以后啊 这啊 这些如这些实现了我的这个需求的以后 对吧 这些就是我的要求 那么我们怎么配置呢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来讲了一下哈 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哈 我们想要去配置我们的这个存储区 说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定义一个这样的啊 字典叫做job stories 然后给他设置这个默认的一个存储区是等于我们这个塞克阿克米 然后给他指定哈 用到的是这个塞克带的一个存储的方式 那么这样的话哈 他就会在你这个文件所在的这个目录 创建一个叫做 jobs.塞克带的这么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当中他就会去存复出这个任务的一些站的啊机制好吧 好 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执行器啊 那么默认情况下的话用到的是这个信任值 并且根据之前的这个要求哈 这个执行器最多这个线程数是20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给他指定是20好吧 好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对吧 就是这个任务的一些站的配置啊 这个仓数设置为force啊 他就不会关联啊合并执行 这个的话是最大的一个啊实力数好吧 好 那么我们分别把这些东西设置到啊 传给这个blocking schedule的上面啊 传给他传给他好吧 你看job stories 嗯 然后的话是这个执行器啊 这个job defaults对吧 把它给传这一进去 然后的话就可以进行啊 添加任务了添加任务了好吧 OK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站的配置 在这里啊 我就不去做过多讲解了 好吧 不去做过多讲解了 好 客人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